你们可能会惊讶 火星上有云吗 不是说火星的大气层很稀薄吗 怎么会有水气形成云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齐驱乌托邦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齐 其实 火星上的云并不是由水气组成的 而是由冰晶或者尘埃颗粒组成的 这些云非常稀薄 只能在火星夜间云反射太阳光和夜空形成对比时看到 在这方面这些云相当类似于 形成于高于80公里的地球中气层的夜光云 那么火星上的夜光云是怎么形成的呢 根据YES的研究 火星上的夜光云是在很高的高空形成的 距离火星地表有31公里 这些云是由冰晶构成的 冰晶中包含了一种叫做硫酸岩的矿物质 硫酸岩是由火山喷发或者撞击坑产生的气体与水蒸汽反应而生成的 当这些气体上升到高空时 就会遇到低温低压的环境 从而凝结成冰晶并形成夜光云 火星上的夜光云对我们了解火星的气候和历史有很大的帮助 它们可以告诉我们火星大气层中有哪些化学物质 以及它们是怎么分布和变化的 它们也可以反映出火星上曾经存在过水和火山活动的证据 从而揭示火星过去是否适合生命存在的可能性 也许有一天 我们能够登上火星 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些神奇而美丽的云彩 那么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火星上的夜光云呢 除了它们本身具有美感和科学价值之外 它们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 我想说 它们能让我们更加敬畏和珍惜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蓝色星球 因为我们知道 在整个宇宙中 能够拥有丰富多彩 变化无穷 适合生命繁衍的 大气层和始循环系统的行星是多么稀有和珍贵 我们不能因为在地球上看到云彩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就忽略了它们背后所蕴含的奥妙和意义 我们也不能因为在地球上享受着温暖舒适 充满生机的气候 就忘记了保护和珍惜它们的重要性 我们应该时刻记住 我们是多么幸运 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美丽而奇妙的星球上 我们也应该时刻努力 让这个星球保持它的美丽和奇妙 感谢您 我是小琪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内容 让你们感受到宇宙中不同星球的魅力和奥秘 如果你喜欢 请记得点赞分享 让更多人加入我们奇趣乌托邦 我们下期再见 点赞 关注